康瑞台风来势汹汹不仅 5月天11月2号的一路向东公益演唱会要延期了 光丰地区农会原本11月2号要登场的农民节表彰活动 也因为台风的关系要顺延到11月16号 农会也呼吁农民要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万事俱备就欠东风 不料却来了个康瑞台风 光丰地区农会原定11月2号 也就是这个周六办理的113年度 庆祝农民节表彰联欢活动即米食博览会 现在也不得不临时喊停顺延 我们光丰地区农会原定11月2号 星期六要办理我们的农民节表彰联欢活动即米食博览会 因为我们这次的康瑞台风影响 所以我们延期延到11月16号的礼拜六要办理我们的活动 光丰地区农会一年一度的农民节表彰联欢祭米食博览会 虽然因为台风将顺延到11月16号登场 不过活动内容仍旧精彩可齐 农会也热情邀约各界 届时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那我们活动内容一样非常的丰富精彩 里面有米食的一些体验活动 还有一些试吃品尝 还有我们一些农民的一些表彰 然后还有摸材品 那也非常欢迎各位民众在11月16号的时候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今天凌晨升格为中台的康瑞台风气象鼠表示 目前位于菲律宾东部朝着西北偏系的方向移动 未来势必会带来强烈雨势 威力不可心呼 光丰地区农会也请大家注意台风最新动向 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台风期间也要随时注意安全 记者是玉蓝张敏泰光复采访报道